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 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 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 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 日欲争取时间 失衡源头减废 节约能源 绿色出行 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 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 扭转习惯一起减碳 迈向碳中和 创造更宜居的环境